狂风 阳沙 隔绝信号 行进艰难 这不是在做什么极限生活挑战啊 这次我是去沙漠边种树了 乌兰不合沙漠 干旱少雨 季风强劲 有大片中重度沙化地区 一度是我国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 巴雁纳尔什和阿拉善能境内 这里的地名很长 而治沙要走的路更长 要说当地的环境有多恶劣呢 去牧民家的路上我们也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你们看环境很恶劣 这个路上全是沙子 所以我们的车开不了了 陷到沙子里面去了 上周这条马路都是好的 就前几天不是全国发生了非常大的沙尘暴吗 所以这条马路就被这个沙子掩埋住了 真的生动的解释 欢欢欢对于人类的影响 一二三 有点难 我们现在要把沙子铲出来 然后远离这世界的封锁 我们今天上去的时候看到车后背翔 有一把这个铁铲 我还在好奇为什么 现在知道 就是因为在荒漠里面形势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要把这些沙铲掉 那这一次呢 我来到的是阿拉善SEE 乌兰布河生态教育示范基地 在SEE基金会的努力下 这片荒漠已经种起了好多 以缩缩为主的沙生植物 用来防风布沙 为了更好的了解制沙工作的补义 我和同行大部主们也一起学习了在沙漠边种树的药领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这个活动就是做这个沙障 就大家在地上看到这个方方的草格子 那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话说 就是从此沙子向前移动的障碍物 简称沙障 今天要做的呢 这个沙障叫做稻草沙障 在这种流动和这种半固定沙丘 开展这种生态保护修复的 第一要步就是先让沙子停下来 你们看这个沙坑两面的土很紧实 它超硬的 就是因为这里面有沙障 虽然你们已经面上看不到 它被封杀掩埋了 但它在地底下还依然发挥着很作用 第五步就是给它整整绒 虽然大家看起来就是简单的几步 但真的操作起来 特别是在沙漠这种艰苦的环境里 真的很不容易 干就是干 没好生活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今天做了好多个深蹲 真扎不动 加油 今天一定要把这边干完 对 一定要干完 干完才会有成就感 我们已经扎完了两行半 但是看这样子还有几十行 因为横竖都有蛮格子的 所以其实还真挺不容易的 看那些夫妻党 就是原住民他们 一个是一天能扎两三亩地 就看两个人真的太佩服了 给一间草给我 谢谢 我们种完了 就是我们种了大概一个上午两个小时的成果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沙障做好后 我们就在这个挖好的草方格中间来种这个小树苗 像地上这些白草干坤草 就是去年种下的沙障 然后你们看在沙障的中间 因为防风固沙就可以来种一些沙漠的植物 你们看已经有一些嫩芽发出来了 说实话刚看到这个沙生植物苗子的时候 叫花棒苗嘛 我还在想这不就是一根细细的树枝吗 跟旁边的杂草都有点分辨不出来 它真的能在荒漠里长成一棵树吗 后来也是听这个体制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像花棒啊 缩缩啊这种沙生植物 它们的根系非常发达 会努力地吸收仅有的水跟养分 经过几年的生长后 它的水瓶根能覆盖到几米开外的地方 用来防风固沙 大家看这就是一年之后的小树苗 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一年它主要长它的根系 不得不说生命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呢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在这样的戈壁荒漠之下 这一株植物很健壮的在生长 它就是希望呀 你怎么能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活下来的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滴罐的水洗手 这样节约水源 对 你看这也在滴罐 这里的水是热的 被太阳晒都晒热了 那在我们这一路上也看到了一大片原始的 已经退化了的搜索林 为什么没有了呢 搜索林 800公里的搜索林 它有自然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它本来也有物种之间的退化 所以这一块荒漠化才这么严重 其实现在看到的这边 是我们苏兰湖河沙 是天气的水瓶沙漠 为什么说它是天然的生态保护带了 它就把我们两个沙漠就勾开了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私人就两大沙漠 连在一起了 那为了重新建立起这样的天然屏障 基金会也是发动当地的牧民 加入这个1亿棵梭树的工艺计划 希望在山沃的边缘 种下一亿棵 以梭梭为主的沙生植物 那这位90后的小伙杨士龙 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牧民 要打多深的坑 重梭梭呀 40厘米 像这种是多大的梭梭 感觉好矮啊 比其他的矮 是被羊吃了 被羊吃了 羊吃梭梭吗 吃 2014年 20岁出头的他就已经开始跟家里一起种 这梭梭梭了 而到今天他们全家已经种了9000亩的梭梭林 梭梭的面积非常的大 超级多 9000亩 周围能看见的全市 像这个梭梭 它长多长时间才能长到这么大一只 18年种的 18年种的 那长了5年长到这么高 种了这个梭梭之后 你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生活 现在风沙就少了 真的少了 风沙少了 雨水也多了 沙葱 但是很香 很香 是葱梭的 不是 它入口的时候很香 然后吃着吃着就开始辣 那我听世隆讲 就除了种植缩缩之外 他们还会在缩缩的根部接种一种叫做肉丛容的植物 肉丛容是可以入药的 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些创收 就在它的钢上 穿过这扇子 放这扇子 就慢慢慢慢造出种蜂容了 这头 哦 你看这个东西的话 哇好大呀 长这么深 这种丛容 它是做中药的 嗯 嗯 那一斤丛容可以卖多少钱 鲜货的话 秋货是一公斤三十 那个一公斤应该就是个一百块钱左右吧 哦 干的更贵一点 对 其实到了世隆家 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荒芜人烟啊 去他家的路上 我们就在沙漠里开了三四个小时吧 期间手机是完全没有信号的 路上除了荒草 风沙 就是骆驼 几乎看不见人影 住的家真的非常的偏 大家看 这个马路已经完全被两侧的沙子埋住了 因为沙尘暴比较严重 如果平时遇到沙尘暴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出去 而且这边也没有洗手间 我们刚刚就在那后面上汉侧 也没有汗侧都没有侧 就只有一片荒漠 你随便上吧 就是这样子 你看 如果我们俩不讲话 站在这里 狗也不叫的话 我觉得这边好安静 而且声音都没有 感觉荒芜人烟 是不是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 我习惯了 你不会想要走出去吗 因为你毕竟才90后 92年了还很年轻 我没那个想法 我觉得建设家乡也挺好的 那到了他家 我在跟他的奶奶聊天的时候 奶奶就一下子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当时我还很诧异 后来我听奶奶说 是因为他这基本不会来客人 所以看到我们过来 他心里很开心 又终于有人来跟他说说话了 听他说句话 其实我心里就是还感到挺心疼的 同时也很敬佩他们一家 那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你感到满足吗 挺满足的 日出而做 日落而夕 每天都来种嗖嗖 那之前光偷偷的戈壁 现在变成树林了 尤其到夏天的时候 旅游有点偏 真的吗 真的 就是在这样 我们看起来可能很艰苦的环境下 他们一直坚守在这里 一棵树 又一棵树 一代人 又一代人 笃定又倔强地 让每一棵小树苗 都长成希望的样子 那棵树好难得啊 这么一大片 黄蜗就那一棵树 我爷爷那棵树的吧 你爷爷说种一棵小树 到你这一辈就变成了一棵大树 对 也期待有一天 黄沙和尘土 再不会出现在这里 荒芜的戈壁上 也能够开出艳丽的花 这一棵树 就会变成了一棵树 这一棵树 就会变成了一棵树